最好穿成为药祭司是什么人 是内向 I型人 他的形容就是工作非常枯燥 经常在一间很黑很黑的房间 很多时候他都不会见到一些顾客 而他平时就会带着一本书 他一个星期可以看五本书 爸爸妈妈的荷包 一定要够口 差不多超过一百万 你才可以完成这个学业 Pharmacy是当作你一个后备的科目选择 大学应该不会收你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学介法者频道 我是Eve 今天我们继续大学神科系列 这一科亦是很多医科生的一个水泡科目 不过其实一点都不是 我继续过了 这一条片出现 应该就是医科生差不多 最后deadline去决定你报不报医科 哇 这一科 跟医科一样难 除非你有非常多的热性 今天我们就会讲关于Pharmacy Pharmacy有两个分大类 一个成为注册药剂师 另外一个就是Pharmaceutical science 主要是关于研究药方面的题材 今天我们是专注 讲关于如何成为一个注册药剂师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这类型的题材 记得CLS1我们的频道 好了 不会你读完Pharmacy之后不想做药剂师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劝你不要读药剂 直接去读Pharmacy之后 就是研究药剂这个科目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一科是一个需要4年 现在5年的一个科目 药剂师他们的主要工作范围 都会在医院和药房 我的一个朋友成为了一个药剂师 超过20年 他跟我说最好成为药剂师是什么人 是内向挨拶人 因为当他在英国的community pharmacy 即是在一些私人药房工作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都不会见到一些顾客 他只是会拿着一张药单 收拾药 然后交给reception 就是这么多了 除非是真的有需要 他很少会出来跟人说话 而他平时会带着一本书 他一个星期可以看五本书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药剂师 可能一个内向的人 是一个适合这个工作 你要选择 General Pharmaceutical Council 引证的课程 很多大学是有4年M-Pharm的课程 不过他们是没有这个认证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证 最后你还是要再考试 Pharmaceutical Council要求 你需要包括最后那年 注册药剂师 Placement Year的要求 你的课程不是4年那么简单 这个Placement Year要求是近年才有 所以也有些大学就顺便 将他们的课程由4年变成5年 如果你不想自己找Placement Year 找工完成一个注册药剂师的路 那你就一定要找可以是5年内 包括Placement Year 很多课程会说是M-Pharm with Foundation Year 虽然它是5年课程 不过这个Foundation Year就好像我们理解的大学基础班 比一些成绩没那么好的学生 又想成为药剂师的一个课程 药科的修身要求其实都是偏高 科目要求都是非常高 第一必修Chemistry 如果没有Chemistry就绝对读不到这一课 例如你要读Math 或者Biology 或者Physics 不过大部分学校都是偏向你读Math 或者Biology 选择的时候你就一定要选到以上的科目 另外爸爸妈妈的荷包一定要够口 很多比较好的大学Pharmacy的课程 都是差不多要3万磅一年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注册药剂师 是要5年差不多超过100万 你才可以完成这个学业 如果你是国际学生的话 所有的学费一定要在开学前有 即是爸爸妈妈可能需要有超过100万的cash 所以这课可能第二个条件 就是爸爸妈妈的荷包要够口 第一家UCL 他们的心心要求是AAB 它说明是非常欢迎国际学生 如果你之后读完四年课程 再想加一年的Placement 如果你是国际学生 唯一可以留在英国找你的Placement Year 就只可以用Graduate Visa 即是毕业签证 不过由于新工党刚刚上台 很多谣言都有换这个毕业签证 有机会去看 如果你的学生签证 是不可以包括这个一年的Placement Year的话 你只可以透过雇主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 而这个是非常极度十分困难 UCL就说明这个课程 我们会包括了5年的学生签证 最后那年 你是可以根据我们学校的安排 去找到Placement Year的工作 到时候 UCL这个课程由School of Pharmacy提供 是历史非常悠久 不过今年 它就已经和UCL合併了 第二家人 Nottingham的收身要求 亦都是AAB 它们同样都是一个5年的课程 不过它的国际视野 是比较广阔 你的第二年 是可以到Nottingham的马来西亚分校 读你这个第二年课程 第三年 它亦都容许你去世界不同国地做你的Project 包括在欧洲和加拿大 如果有些同学觉得读5年这个课程很满的话 不妨可以看看Nottingham这个5年课程 第三家 Gradford University 亦都是第一家大学推出这个5年的课程 它的收心要求是AAB 很多家长都没听过Bradford Bradford算是一个实践型的大学 就是1994年之后才成为大学 它们虽然是在家长眼中不算一个排名高的学校 不过它的收心要求也是非常严谨 除了A、B之外 A和B 一定要包括在Chemistry Gunmax 或者是另外一课理科 如果你回答不了的话 都进不了 之后我就介绍两间 都是在General Pharmaceutical Council 有注册 不过是4年课程 第一间 就是University of Brighton 其中提供的博士课程是非常多 它们由大学基础班 直接行接MFarm的4年课程 或者是给一些在海外已经注册了的药剂师 不过没有英国注册的课程 也是有的 Placement Year之后 学生还要考两个课程 才可以成为一个注册药剂师 而Brighton说明 它们会提供继续的学术支援 提供一次模仪考试 去尝试一下怎样考 这一个可能对学生或者家长来说 是一个喜讯 考不到达业之后 大学还理你 它的学费相对比较便宜 只是16,000磅 说明 现在是2024年的9月 它有机会加价 最后 Kingston University 在香港人眼中 是一个出名的学校 陈奕迅在那里毕业的 Kingston University 也是拥有General Pharmaceutical Council 注册 成绩要求比较低的学校 是计U-class point 只需要120分 即是三个BIT 就可以入到的了 同样 它们的学费是相对便宜的 一年大概是24,000磅左右 Kingston 来说 在全部General Pharmaceutical Council 他计阿斯的要求最低 他只需要6.5分 就可以进去读的了 最近的药制师 在香港和英国都已经比较饱了 如果我们看看Unifrog Indeed 和NHS的统计 平均一个药制师 就算他读了5年 考完两个市 注册之后 他的平均一年人工 只有31,000磅 扣完税 只剩2万多港元 开始越来越多人 不会考虑行一个药制师的路 因为其实他们的出路是比较狭窄 出路不是没有的 只不过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 可能比较难找工 和人工比较低 第一 每一间大学会说明究竟他们找的学生 是要求的 入学之前 你是需要有一个无犯罪记录 大家就要准备好了 另外一个 很多大学要求学生 把药剂放成他们的首选菜 如果你是想做医生 周医 牙医 不过 你是把药剂当作后备的科目选择 大学应该不会收你 有些大学你要提供一个 针对你想成为药剂师的 person statement 他才给你过关 大家要想清楚 究竟是否真的想成为药剂师 而去申请 他们的选择过程 全部都跟医科差不多一样 他们有interview 这个是必须的 另外就是他们会进行一个叫MMR的interview 就是他们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问你很多不同的问题 你也都要在很多人的景情况下 去进行答辩的 这个也都要非常充足的准备 最后他们也都要求 申请的人士有工作经验 你就要在中午和中午的时候 去找一些在药副的工作经验 第一个就是当年我读技术学校的同学 他很想读药剂师 他觉得科目很适合他 可以给他回香港也行 留在英国也行 不过他第一次申请的时候 没有在周围 当时就进去了 Kings College London 去读科技 之后第二年 他又再申请一次 就很顺利进入UCL的药剂师 第二个是我身边的朋友 他就在澳洲定为一个注册药剂师 也是很顺利地来到英国 做了超过10年的药剂师 不过他就觉得工作比较苦闷 因为他是做一些 Community Pharmacy 可能就在我们的街上 就看到一个药房里面做的 他的形容就是工作非常鼓措 整天就在一间很黑很黑的房子 自己一个人 又跟不到人聊天 也都要等有客人来 他才可以说几句 过了十几年之后 他最后决定就是转工 如果大家真的对药剂有兴趣 不妨想清楚 究竟自己的路怎么走 因为这位朋友也都跟我说 在英国成为一个药剂师 你只有两条路 一个可能是政府工作 因为你很想帮到人 不过这个人工实在不高 另一个就是成为一个老板 不过成为了一个老板 是不是你真的想做药剂师的最后道路 这个就要大家去想一想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大家对以上的资讯有兴趣 记得comment like share我们的频道 下一集见